我的狗比我好命太多了 它都是这个晚起早睡 那我是早起晚睡 这样有的狗有狗性 那人稍微一靠近它就惊醒 可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靠近来看它的时候 它根本哪里反应都没有 已经失去狗性了 因为我们就是家人 所以呢 它已经失去狗的那种解决性 你知道吗 我们家狗叫不是 都是叫人家跟它玩 对啊 跟它玩一下嘛 安抚一下嘛 安抚一下就是每天 它一直在那边一直吵这样子 老师讲最近跟它玩的时间少很多 因为我出门它还没起床 我回家它已经睡觉了 这个好狗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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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剑欢 我给你讲 因为我最近都 我平常老师讲都早出晚归了 尤其最近更严重 那早出晚归 有时候回家的时候 它已经睡着了 那我上出门前 它也还没起床 我的狗比我好命太多了 它都是这个晚起早睡 那我是早起晚睡 所以有时候呢 我回到家只能看看 它睡觉的生意 那因为我的狗是从小带大 所以它在家很有安全感 你知道有的狗有狗性 你要人稍微一靠近它就惊醒 可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靠近它看它的时候 它根本连反应都没有 已经失去狗性了 因为我们就是家人 所以它已经失去狗的那种 解决性了 你知道吗 只四脚朝天 然后出屋大睡 然后也不管人家进来 因为它很有安全感 它就一直住在家里面 所以我只能回家看看它 然后就是觉得很疗愈 转换一下心情 家人 主要是家人 我先生啊 小孩啊之类的 也因此它也很耍赖啊 它叫大家都很宠 它也因此很耍赖啊 对啊 它醒的时候就一定要人家跟它玩 它也叫不跟它玩 然后别的狗一直叫的原因是 因为叫 有可能有警戒嘛 对不对 有看到陌生人啦 经过干嘛 有警戒 我们家狗叫不是 都是叫人家跟它玩 因为它 它就太受宠了 所以它就叫你 要放下事情 有人在做家事啊 有人在读书 有人在工作啊 它就叫人家要 这个放下工作陪它玩 放下工作陪它玩 对啊 跟它玩一下 安抚一下嘛 安抚一下 就是每次 他一直在 一直吵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别忘了 是